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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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实际上这个事情你看出 在20天不到的时候 常委会开了三次会议 那说明什么 一个说明他的这个决策 下决策可能是 另外一个说明他决策无法实施 这两大问题同时出现 为什么呢 2月3号提出复工 我们可以看见 国务院系统 他发了一个通知 他说我们要有序复工 但是跟常委会的东西不一样 然后那个商务部发了一个通知 说我们不能搞一刀切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常委会的那个复工通知 给斩了一刀打了一个折扣 然后我们再看见 上海在决定这个复工的时候呢 他不搞全面复工 因为上海现在 上海那个叫张文宏的医生啊 他说上海 极有可能成为武汉第二 一旦上海成为武汉第二的话 那救都没得救 没有人可以救武汉 因为现在全中国救武汉都已经救不了 没口罩啊 没错 没有护身符 没有护身符啊 几乎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上海谁能救 所以他们现在要死保上海 那么要死保上海的问题 告诉你 第一好的方法就是待在家里 都别动 这是保上海的最好的方法 另外就是把跟外头人的交往隔绝 隔绝 而这个复工历恰恰可以面临到 让上海万劫不服的这样一种 寝于那种将来 所以我上海底下 要搞四个优先才能复 哪四个优先呢 这个世光国际名声 那当然要吃饭了 对 你不吃饭要造反了 没错 对不对 因为病情 你说现在最高统计死亡率是30% 湖北啊 有一个说 有个专家最高统计30% 那么官方统计2% 那么老百姓说 这个我要不上班 对不对啊 这个百分之百死 我要上班百分之二死 我当然选这个20%了 我就上班去嘛 这就老百姓简单算数 对不对啊 这是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政府很清楚知道 国际名声必须首先恢复 那么城市运行保障的 优先安排副业 然后呢 这个对经济贡献高的企业优先保障副业 这创造这个创造钱啊 因为他天上飞机飞的 那飞机不要钱啊 没错 那刀把子去武汉的不要钱啊 这要交税的啊 对不对啊 这是刀把子给他生产这个汽油的 但是 第三个呢 对核心管理人员 一线熟练操作工人 优先保障复工 第四个呢 对在守定单族防控措施好的单位 优先保障复工 他相信这个四个条件 我正好今天看见东莞的一个 一个女士做了一个视频 他去了工厂 工厂是空的 地方政府告诉你要复工 一定要先写申请 报批 然后你才能去复工 拿到批件了 你可以复工了 然后你要消毒 消完毒之后 好了可以上班了吧 没有工人 工人怕死啊 对不对啊 没错 东莞那地方的人 老百姓不缺那几分钱啊 我这个时候啊 我保命啊 所以说 最后政治局常委会的问题 不仅面临着国务院打折 商务部打折 上海市政府这样的地方单位打折 最后老百姓也给他打折 所以说你说这常委会 这个复工命令 最后能不能实施 那是个问题 而且更大的后果是 如果这是复工命 这就是复工命 导致疫情大规模的蔓延 那么这个习总书记的两个维护 那真的就维护不了了 小明博士提到一个重点啊 就是如果万一现在复工 然后造成疫情的这个持续扩大 谁要负这个责任 谁要负这个责任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小老师可不可以讲一下 这个四个优先 到底现在是不是是复工的一个时间呢 你觉得 是 现在有几个了 比如说昨天纽约时报就报道 德国的厂家是专门生产 就是风扇的 风扇的专门就是这种通风 就是循环 就是帮助 尤其像医院这种大型的通风的这种风扇了 但是他呢 就是说现在呢 即使是中国现在是抗疫急需的 那么但是他都没法复工 那么他呢 都是没办法恢复到自己的生产 然后呢 这边的这个企业 那个德国这个企业说 他们每个星期停摆了 他们就要亏一百万那个欧元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他就说不仅那个很多企业 他不复工了 不仅说挣不到钱的问题 因为这个投资 他的这个整个设备的空闲了 这东西等等了 就是造成的就是损失了 对很多企业来说是受不了的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的明白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这个就是 刚才因为小平讲到 许多的农民工了 没法返程 因为农民工了也会打折扣 这点呢 我还想补充一下 就是许多的农民工了 恐怕了 他们在经受这个病情的折磨了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你们的真实的信息 为什么这样说了 因为我们现在在全球关注的 基本上的所有的重大的 这个疫情了 无论是日本 还在美国 还在加拿大 或者是在那个新加坡 马来西亚 或者等等出现的这些 传播者了 都是通过就是武汉了 而且通过飞机了 他们这样来传播过来 那么或者是游船了 游轮了等等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的上层阶级 或者至少是中产阶级上的 他们的传播出现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 就说中国还有多少 就是底层社会的人 那么还有多少农民工 还有多少终点工 还有多少保姆 那么他们在武汉 正好在春运期间 那么他们回乡 而这批人回乡 难道他们不会 就是像其他的 测桥的 像日本人测桥 或者像就是武汉的中上阶级 他们在国外旅行的 难道他们的病毒会更少吗 难道他们从火车站 从长途公共汽车站 然后在这些 就是很多还在农贸市场工作的 那么他们这些回到乡下 难道他们带来的病毒感染 会比我们看到这些中产阶级 中上阶级 那么会更小吗 我相信这个问题回答了 我觉得是非常清楚 就恐怕了 就是说武汉的出去的底层的人口 带出去的病菌或者传播了 我相信不会小于 我们看到的上层阶级 中上阶级在全球 这些重大的都市 或者是邮轮 或者是在这些 阿尔卑斯山的度假胜地了 那么带来的影响会更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只是因为封城 只是因为各地封村 只是因为他们现在的 就是它的封口 我们现在只能临心地知道一些 地方上的 尤其农村里面的消息 所以我相信农村 农民工 他们今天恐怕 经历着这个病毒的 这个折磨和威胁了 恐怕是远远 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相信它的规模 恐怕并不会低于 像武汉目前的经历 因为我们毕竟看到 武汉的周边的一些小城市 比如说我们看到 有些网友 也都在不断地爆料 无论像天门还有黄港 还有隋州 那么这些一定可以看到了 其实情况都非常的糟糕 那么虽然我在想 农民或者农民工 他们没法复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在于他们本身 就是已经在经受这种病毒的威胁 而不是说他们恐惧病毒的威胁 OK 我们欢迎观众打电话进来 我们电话是516-407-3560 电报是516-582-8150 Skype电话是718-838-9806 没有错 刚才夏浩瘦提到了 有关于整个经济复工的问题 面临到很大的困难 我忽然想到一点 就是说这一次的疫情的事件 可能像刚才夏浩瘦也提到了 因为武汉是一个工业重镇 在那边法国 德国跟日本 都在那边有很大的一个生产能量 那这次的事件会 可能是不是会让很多企业 尤其国外的企业 在思考的问题 会不会让企业更多出走 更多不要把这个所谓的工厂 设在大陆慢慢撤回 其实像美国已经这个讲得很清楚了 欢迎美商呢 这个还有美国的工厂呢 能够回流到美国来 美国本土来 不要放弃中国大陆 那这样一个理论 这样一个趋势 是不是有可能会持续的 企业出走的问题 夏老师你看法呢 对 因为就是美国或者西方国家 从中国逐渐开始出走 而且把中国逐渐的排挤出 全球的生产链条了 其实从2008年金融风暴了 就开始已经出现了 因为当时的出现是因为西方国家 它的制造成本开始降低了 所以很多的企业就已经回到了美国 或者回到了墨西哥 或者回到了欧洲 尤其像西班牙 意大利这些国家 他们的制造成本就降得很低 那么另外一个当时出走 还是因为有印度的崛起 那么有印度尼西亚崛起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就是印度跟印度尼西亚 他们在治理这个疫情方面 你可以看到了 明显了就是说有许多了 中国政府可以学的地方 其中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了 大概有3000来的就是中国人 在那边就是住驾 就是这个春节期间了 那他们那个过去一个月了 大概有几百次的这个飞机了 那么飞到印度尼西亚了 那么当时就说有 大概200多的武汉人 那么实在就是印度尼西亚 在巴厘岛 那么后来你看到就说 中国说我们要把这些人 可以撤回中国 那么最后有2000多人 选择了不离开 那么只有大概500来的人 选择离开 那么所以印度尼西亚了 那么刚才我也讲到 他们的这个防护能力 而且印度尼西亚 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疑力 那么实在这种情况下 印度尼西亚说我们有能力 我们也有就是各方面的医疗的 这个设施了 可以帮助来检测 那么另外的话 印度尼西亚了 马上给这些很多中国的这边 在那游客了 马上续签 让他们签证了 至少现在大概有1500人 让他们签证了 可以得到延长 所以他们可以继续停留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 作为中国政府来说 那么他要学的东西了 那么是很多 但是他的治理方面 他没有就是进步了 当然周边的国家 也就会把很多的当机了给拉走 那么第二波了 你可以看到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 这就形成了第二波的 更大的一个就是外商的撤走 因为美国的这个高税收 那么这个 指责中国的这个很多的 知道的产品 在美国了 缺乏竞争力 所以已经引起了第二轮的 那么尤其是美国的企业 或者要向美国出口的企业 开始撤 那么所以美国了 那个总统就是特朗普 还有美国的总统的顾问 说那个智库了 也提出必须跟中国进行部分脱钩 就是partial disengagement 那么现在了 就是这个疫情 那么使得就是出现第三波 加剧了 刚才说的前面两波的 就是外商的出走 那么这种第三波的脱钩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 比如说像澳大利亚 他们把船开到中国去泄露货 尤其是去矿插等等 那么结果发现了 他们回来了 还要进行格局 那么所以现在了 任何了 现在美国了 你看了 任何到中国去的 无论是你商人还怎么 那你都要回来 就要格局就是15天 那么这个对整个商业来说 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的企业了 也跟中国了 现在就是没有台网 那么包括美国的航空公司 也知道 大家也不去旅行 那么商业也会停顿 所以你看各大航空公司 也都把就是中美的这个飞行 那么已经停止 而且可能是要到三月底 甚至有的要到四月 才会恢复飞行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波了 确确实的中国了 在这个整个国际的 这个生产链条中 我觉得它的地位 在这个逐渐的上市 这一点对中国的经济 而恐怕是一个 长期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小平博士 你觉得那个国务院 跟地方的现在防疫的这个单位跟官员 是不是希望重点 还是先放在控制疫情比较重要 所以对复工 他们抱持比较保留的态度 对啊 这个我刚才提到就是说 国务院和地方抵制复工 我们没有确凿的这个证据 参加它的决策会议 但是我们从这个 常委会的这个讨论来看呢 这个2月3号常委会的复工呢 他没有说这个有序 分阶段了 他就没有这样的案法 他就是复工 那么到2月12号的时候呢 常委会的会议 最新的会议 他就开始接受有序复工的 这么一个意见了 在某个意义上是 不是国务院向这个常委会妥协 而是常委会向国务院妥协 大家去读读这个 因为国务院在这个9号 就发了个关于 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 有序驻好企业复工 复场工作的通知 这是国务院首先提出有序 然后商务部在同一天 提出不能搞一刀切 就是说国务院在理解和贯彻 这个常委会的这个会议决定的时候呢 他是做了变通的 那么这个变通的意见呢 最终在2月12号又被这个政治局常委委员会采纳 那么在一个月的时间以内的 一类啊 开了三 二十天以内 实际上不到一个月 二十天以内 常委会开了三次会 1月25号 2月3号 2月12号 那么第一次会议是谈这个疫情工作的政治保障 和疫情防治安排 跟经济和社会生活维稳没有关系 那么到2月3号和2月12号的时候呢 就开始 因为政治安排已经安排完了嘛 对不对啊 而且说实在话 当这个周先旺 这个把习近平给捅出来之后 把中央给捅出来之后呢 李克强的那个小组组长就退去二线 基本上习近平我说 刚才我自己出来 我亲自指挥亲自决策 对不对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是习近平率领这个常委会 在领导这个疫情的工作 那么现在政治局也不能开会了 政治局这么多人 从全国各地飞到北京来开会 那个东西有难度的 现在 那么现在就是常委会开会 常委会也不能告诉大家是怎么情况 因为都带着口罩嘛 不让全国人们感觉我们开会像这个 像黑商会开会人 不能这么感觉 也像我们 我们这个政治局 感觉这个疫情很严重一样 他也不能给人政治感觉 所以他只发文字稿 但是你从这文字到你可以看见 他的 关于复工的问题呢 他采纳了国务院的意见 那么我觉得很大一个可能 国务院这个 常委会连续开几次会议 那么一个就是说 有问题严重 我们需要连续开会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呢 我原来开会的决策有问题 我要修正 我是这么样一个推理 对不对啊 那么在这个推理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就是说 国务院和地方政府 在某个意义上跟常委会的这个决策 是不合拍的 因为常委会是高高在上了 可是国务院是具体做事的 他们知道具体的情况 你要我们复工 对不对啊 你这个交通怎么办 地区间的封闭怎么办 对不对啊 现在都是各自为政的 人出不来啊 我觉得这是很两难 而且取舍的问题 但你就问 问一般的意见来讲的话 你现在如果没有把疫情 没办法把它控制下来 你没办法把这个损害控制下来的话 你现在去谈那个所谓的复工 谈经济生产 这些都是奢求啊 根本就不太 因为这个时候人们选择一个东西 就是说要钱还是要命 没错 对不对啊 我跟你说 那湖北官场啊 大陆有钱 我告诉你啊 大陆有钱要命 你把这个蒋超梁和马国强啊 撤了 他们心里头啊 巴不得 他得把他从前线撤下来了 他捡了一条命啊 现在湖北官场告诉你啊 都市长求你把我撤了 我留条命 现在湖北官场告诉你 已经是我要命 我不要官 现在中国老百姓说 我要命 我不要钱 不要钱 对 到这样一个阶段了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样的话 这两个东西呢 这种形式 中国官场的文化 和中国人的那一种 这个见钱不要命的这种文化 都收到了资源 那么就给你自理 私政带来莫大的这个障碍嘛 对不对啊 现在都是三倍 春节期间生产考照的产家 那些工人都是三倍工资 中国不缺钱 对不对啊 没错 可是现在你看湖北那些人 坐在高楼大上的人 有的是钱啊 他们困在那个楼里 像个鸟笼子 现在就是怕说 我只是好奇 像他们困在鸟笼里 他们吃什么 吃什么 他们怎么样出去 他们都不出去了 昨天我们一个网友说 你还是外地有卖的东西 你要排队 东西还有买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出去 因为我出去一次 就冒一次生命危险 对 所以说他 他减少这样一种出门的次数 再加上中南三和所有的专家 现在告诉你 我们没有药 对不对啊 那个美国的药也不见得 还没经过临床 交过怎么样 实际上也不是很清楚 那么唯一有效的办法 第一 待在家里 第二 请洗手 第三 有机会 能有可能的话 带个口罩 就这么三招了 没有办法 真的是没有办法 对 我能不能 请讲 老师 是 因为我觉得 如果问我的意见 比如说 如果我能够 就是说 来出主意 怎么样决策的话 我认为 复工和防疫 必须同时进行 没有复工 没有生产 没有就是各种的 这个物质的 这个制造的话了 那么防疫 最后这一场 就是那个 失败的战争 因为你如果认为 现在停工 可以把防疫战打赢 那你现在一个 根本的一个前提 就认为 这个防疫战 是个数决战 那么是一个散电战 那么我刚才也说过 这个防疫战 现在已经是个游击战了 而且呢 就是前两天 英国的 卫城大臣 这样讲的一句话 他说这个防疫战 不是一个转跑 他说是一个马拉松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你如果认为 要让大家 就是说 认为 现在万事大劫了 那么现在 最后一个病毒 都已经消灭了 大家可以出来了 那么这个 我认为是一个设想 而且是不可能 就是说 在短期内实现的 所以下面怎么办 那么我认为 第一个就是在于 要科学 和就是要有信心 要有透明 要有人道主义精神 那么这三个呢 恰好今天中国的防疫战是没有的 他没有科学挂帅 他是政治挂帅 那么他没有透明 他在暗向操纵 那么他在风口 那么第三呢 他没有这个信任 那么他是用这个强力 用维稳 用那个就是 镇压的方式 在管通老百姓 那么最后呢 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就是 没有就是这个 最后一个 我说什么呢 这个 就是他没有那个就是 这些因素 对 还有人道 最后一个人道 那么因为他有人道主义的话 让每个人都相信了 政府了 是以人道的方式 在关怀他 在关爱他 而且政府了 也能够了 以最大的人道主义方式了 能够挽绝他的性命 或者即使挽绝不了性命 也使得他的死亡过程 非常的安详 那么我相信老百姓 对政府也会有信任 那么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四个东西都没有 来自于就是习近平的 整个大政方针 和全盘的这个决策的错误 来自于中共这个体制的 完全的就是反科学 那么反就是那个人道 然后呢就说 我觉得没有给老百姓 自主的决策能力 那么在美国这边 我们也接到各种 就是警告 那么政府呢 也给我们传递很多信息 像刚才小平讲 那么其实没什么 如果没药可治 没药可治 那大家可以防呢 那么怎么防 最简单就在于 政府把每一个疫情 每一个问题呢 讲得很清楚 那么政府呢 在不断地防控 那么让老百姓呢 能够配合 对老百姓呢 减少比如说外出 减少人群的接触 老百姓勤洗手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通过这场的疫情呢 可能让每个中国人变得更守文明了 那么更相互尊重对方的隐私了 大家说话保持一定距离了 那么守了也都洗得干净了 那么这个恐怕中国文明呢 上升的也是个机遇吧 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呢 没有把这个病情呢 给老百姓讲清楚 比如说有几个东西 他没有讲清楚 一 原来他说只是呼吸传染 这个说没有人传染 这个他在骗人 这个证明是的 现在还没有讲清楚 在于 其实这个病症呢 首先出现的 很多不是呼吸道的问题 很多出现的是消化道的问题 所以很多呢 是开始腹部痛 开始腹泻 那么出现就这种腹泻状况 状况会不少 那么最后呢 才出现了发烧 或者咳嗽 或者就是说那个肺水等等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边呢 他的传染 不仅仅是口罩的问题 他传染是经过 大家的那个体液的接触了 或者卫生那个肩的使用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在家里边会有一家人 一家人传染呢 那就是更甚 因为一家人一家人传染 很多是看上口罩 但是他的卫生间 厨房 厕所 那么浴室等等 他没有防护的话了 他最后还是全家改革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作为一个政府 那么他应该把这些东西呢 全部想 让每一个老百姓呢 能够适当地 根据自己的能力了 那么来开始防护 来开始养成良好的习惯 让这个社会呢 有序地 那么进入到复工状态 但是呢 恰好了 我们刚才说的这四个要点了 中国政府现在全部不能提供 但是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提供 他可以有外援呢 他比如说 他可以要求西方国家来进行帮助 那么西方国家 如果有西方的这些 这个专家和医生和防护人员 他们进入到中国的第一线 那么有几大利好 现在马上就可以产生 而且恐怕了 不用花中国政府了 任何大的投资 第一个就是说 西方国家是有 这个就是动力想进来 因为他们要防的话了 与其我们在美国这边防 被动的防 不如我们跑到中国去帮着你防 让你把它给避疫给消灭的话了 这样的话也就不会侵犯我们美国本土 所以美国现在说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专家 是随时待命 任何时候就可以出发 就可以走 但是为什么美国这个疾病防控中心 美国国务院三番五次的说了很多次 我们美国愿意帮助 但是中国政府了 永远了 会让美国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资源的 就是一个拒绝 一个科学的拒绝和专业知识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在于 如果美国进行一个入场 那么很多的西方国家 那么马上会跟进 你可以很容易设想 如果美国出了20个医生过去 日本不会出40个医生吗 那么澳大利亚加拿大不会出 各出20个医生吗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一两百个医生的话 是西方国家的 他们成为顾问 他们能够到各个就是 隔离中心的去帮助一些了解 或者制造一些那个公共工作 那么我相信中国的老百姓 会更放心的多 他们相信了这种防控中心的 它的标准的有透明性 有国际的某种监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看到发达国家没有死人 所以我相信中国老百姓的信息会增加很多 那么第三 如果中国的就是舆论能够就是开放以后了 让这些西方国家的人进场以后 最大的一个就是西方国家的记者了 那么也可以就是进行某些跟踪的报道 因为美国或者西方国家 之所以对中国的这个病毒目前的情况 只有恐惧 结果引发这种歧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很重要的因素在于 大家不知道在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中国到底要做什么 最后伤害全世界 那么如果现在有西方国家的医生在第一线 如果有西方国家的媒体在报道 他们在第一线 就会使得对中国的恐惧 变成对中国的同情 那么就会使得了 这场是中国的一个灾难 变成就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灾难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报道才会牵动美国人的心 牵动全世界的心 牵动西方人的心 那么这样的话 各种资源和后援 包括援助捐款 也都会跟着进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中国就可以一下 解决好多的问题 但是正因为这个体制害人 对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这个暴政 这个磕政 猛于主 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这些利好了 它都没办法利用 也没办法带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大家还整天在想着 怎么样习近平换两个将 那么习近平他自己 把他自己换了 通不通不换了 那我相信中国人民 恐怕在这场 这个大疫病中 我觉得恐怕是要 经受很深的灾难 那么即使今天侥幸过关 那我相信这种灾难 还会重复往返 所以这点 我说恐怕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看到这件事 我倒是衷心 期望这个中南海 中共当局 甚至习近平本人 能够听到夏教授的 这个看法跟论点 跟评论 希望能够尽早接受 国际的这个医疗救助 早日解决这个疫情 不过因为 夏老师也提到了 这个关于这个体制的问题 这个可行性不高 可行性不高 也牵制到面子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 刚才老师也提到了 关于这个复工的问题 要有序的复工 当然这是很两难的一件事情 在你这个疫情 还没有得到一个控制 根本能 这个人拐点在哪里 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现在的复工 确实有到很高难度的问题 高难度的问题 但是你又不复工 又不行 这个牵一法而动全身